这间黑烟夹带火蛇直颤天气 凶凶大火照亮漆黑夜空 整间房屋陷入一片湖海之中 铁皮房屋承受不住高温 已经严重变形 由于里头还追放瓦斯 乙缺等 为了避免助长火势 消防人员赶紧撤出里头的毅燃物 这起火警发生在18号凌晨3点多 花莲上市路一家汽修厂起火燃烧 附近住户睡到一半 突然听见爆炸声 吓得赶紧跑出来查看状况 你睡梦中吗 我们只是听到很响 碰碰碰的声音 我们听到声音碰到 已经火已经很大了 消防局获爆后 开出七个分队前来现场 发现铁皮夹盖的气修厂 全面燃烧 面积也270平方公尺 气修工厂本身里面还有瓦斯 跟一些乙缺 还有一些气修的油料 所以它的火势燃烧得非常迅速 大火迅速蔓延 沿走左右两旁的铁皮屋 以及平房 消防人员花了两个小时 终于在凌晨5点半 成功扑灭火势 幸好气修厂已经打烧 没有人员受困 附近住户也在火警 发生当下及时逃生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不过气修厂已经打烧 怎么会突然起火 这还有待火吊人员进一步来厘清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